堆滿土和石塊的空地 就會在新一區新二路174巷內 因為臨近新一市場地段相當好 國產署上市飆售 因為金額太高出現了流標 導致土地閒置許久 土地閒置實在可惜 除了超過300坪的空地之外 一旁還有荒廢宿舍 新二路174巷因為有停車需求 市議員韓世玉邀請國產署 政府文化 都發 交通處等單位會堪 研議規劃停車場的可行性 政府金管會的話 有撥用這塊土地 後來沒有使用的用途 所以金管會又回撥回去給 我們國有財產局 國有財產局今天也有來到現場 講到說我們這塊地本身是建地 所以說如果想要增加 這個停車空間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建議市政府這邊 交通處來跟我們國有財產局協調 那看這個地方怎麼樣去增加這個停車空間 由於土地屬於國產署管理 空地上堆滿土和石塊 光是清理就至少花上上千萬經費 此外交通處表示空地規劃停車場 必須考量車輛進出動線之外 成本效益尚待評估 最主要的話是那個入浮寬度 進出口入浮寬度的問題 那高低差也會是一個很大問題 因為不是只有把這個土方清掉而已 因為它旁邊緊鄰民宅 那如果有施工的話 也是要看一下那個土地的狀況 對那另外我們也必須要評估說效益 成本效益 如果我這邊必須要花一千萬來清土方做這些 但是只能停十個位置或十二個位置 那其實它的效益就很不符合那個比例 第一目就是住宅區啊 我們只是土地管理單位 沒做開發利用的問題 那現在這個議員希望能夠做 那應該這期基隆市政府提出相關的計畫 市域是覺得 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其實都荒廢了非常的久 那我也不希望說 就是說我們一再的希望 那可以活化整體的環境 那當然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空間 也是需要尤其是我們多餘環境 那所以也需要很多的室內空間 那既然需要很多的室內空間 我們應該要盤點我們很多的廢棄的 無論宿舍也好或校舍也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營造可以做運動的 做觀光的或者做社區營造的 我覺得這方面呢 都是對於我們的市民來說呢 都是一大福祉 會感結果 市議員韓世宇 見請市府 應該要盤點 閒置的國有空地空屋之外 積極的活化利用 必要時和國產署 進行有償撥用 作為多功能的用途場所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自然跟 跟